嘿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運10分鐘一點你就通 哎呀好久不見了 今天呢老師要來跟各位聊一聊旅遊 這個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大家在這個台灣裡面都悶壞了對不對 所以前陣子前段時間大家都很推崇國旅 那這麼講到這個旅遊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有旅遊的經驗 不管好的經驗壞的經驗 可是往往壞的經驗都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旅遊的過程當中帶了豬隊 所以真的旅遊這一塊啊 選擇好的旅遊的小夥伴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今天呢老師就透過這個生肖 來幫助各位來做一個基本的分類 也就是說在接下來 如果你想要找小夥伴一起去旅遊的話 你可以找哪些生肖跟您一起做搭配 欸搭配的對的話說不定還會有好事發生喔 好所以今天的這個直播內容啊 哎呀對於各位非常的實用喔 趕緊拿出你的金手指按出公開按讚 按分享開啟通知小鈴鐺 這樣子下次直播 你們就能夠在第一時間收到直播的通知 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主題啊 叫做跟誰去旅行會有好事發生 那麼總共分成了四組生肖喔 那這個四組生肖的話呢 那各位你們先很快的瀏覽一點 你們可以看一看自己的生肖 或是你的另外一半的生肖 他是被歸類在哪一組 好那我們先進行第一組的生肖 這個第一組的生肖呢 是我們的鼠喉龍 鼠喉龍的生肖呢 如果我們在出遊之前 我們在找小夥伴的時候 我們能夠把這三個生肖給聚足的話 我們在去旅遊的過程當中 容易會遇到貴人 或者是說我們這一組朋友啊 哎呀這個貴人慾會特別特別的強 這個旅行當中貴人慾變強 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說法呢 比方說在現在啊 我們在旅遊過程一定會遇到 比方說我這個臨時找不到車 我這個錢突然間不夠用 或者難免有的時候啊 我們在旅途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一些緊急狀況 特別是在語言不通的國家 比方我們去法國 哎呀法國講法文的 老師不會講法文 那遇到緊急狀況 這個時候最需要有貴人出面 來幫我們處理 哎可是如果說您的小夥伴 您這個組合的話 是屬於喉鼠龍 這一個組合的部分的話呢 你容易在旅遊的過程 遇到任何婚禮都能夠迎熱而解 那麼這樣子湊足就足夠了嗎 其實不然 你們想讓這個貴人運發揮到最強的話 還需要滿足後面的這兩個條件 才能夠把你的貴人運激發到最旺 比方說啊 我們如果在這個旅遊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往水多的地方 比方我們去海邊啦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在這個路民 如果有水這個路民的話 其實都可以激發我們貴人運的能量 又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往這個景色 藍色區塊比較多的地方 舉例像金山的海邊 或者是說墾丁的海邊 在敵望無盡藍色的海洋 這一些對於這個我們屬猴龍的朋友而言的話呢 這些地點這些配色都能夠幫助你們 在一律一律的過程當中 貴人運可以往上提升 來在第二組生肖是什麼 第二組生肖就是我們的牛舌肌 這個牛舌肌就很特別了 這三個生肖湊足在一起 他們所產生的能量 會比較偏向金錢方面的運勢 我相信每個人對於金錢 都希望能夠財運提升嘛 對不對 那我在旅途過程當中 財運提升會是個什麼狀況呢 比方說我們一群人 我們去旅途之中 我突然在地上我撿到錢 這撿到錢它也是意外之財 對不對 或者是說我們在旅途的過程當中 我們三個人突然集資我們決定了 我們要去買瓜瓜樂 或者我們要去簽樂透 這個時候呢 中獎的機率就能夠大大的提升 好 那剛剛也說啦 我湊足了這三個生肖 難道金錢運就會往上提升了嗎 還必須要滿足後面的條件 比方說如果說是牛舌雞的朋友們呢 你們在這個景色方面 盡量我們要滿足黃金色 我們盡量要滿足黃金色 比方說像台中 台中那邊有一個黃金大道 彰化的西中也有一個黃金大道 這種只要景色是屬於偏向金色的 都能夠激發我們蛇肌牛的這個財運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我們在到的地點的路名 如果有金字旁的 比方說像台北有一個金山南路 對不對 所以這個蛇肌牛的朋友 我們往金山南路去走 我這一組的財運就會特別強 那除此之外呢 比方說以景色方面的話 有黃色有這個黃色概念的 都可以 可是要注意 你們找路名要特別選 你選金山南路可以 但是黃啊 你不要選到黃泉路 黃泉路就不好了 對不對 這個選路也要好好選 所以蛇肌牛的朋友 好好把握這個組合 好嗎 好 那我看今天 今天很多朋友已經上線了 珍蜜 孟真 紫雲 絲婷 你們好 美玉 美芬 文欣 大家都出來了 聲音很小 這樣聲音可以嗎 登凱 有聽到了嗎 OK Sunny 哈囉 珍珍 好大家都上來了 那剛剛很快了 已經講了兩組生肖了 那在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三組生肖 第三組生肖呢 是狐 馬 狗 哎呀這個狐馬狗的生肖 這三組生肖聚集在一起 所帶出來的能量 跟桃花有關 Sunny剛剛在留言的時候 一看到桃花兩個字 整個人都跳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Sunny你想要求桃花的話 趕緊這個週末 明天就週五了 後天 好 儘量想辦法去湊齊 哦 剩下的你旁邊的這兩個生肖 趕緊把自己的桃花能量給激發出來 湊足了之後 那狐馬狗的朋友 我要怎麼樣讓這個桃花欲能夠大爆發呢 我们可以往有火的地方 有火的地方是什么 就叫你们去跳火山吗 不是这个意思 比方说火的一个概念就是红通通 红通通你看后面的颜色 它是红色 红色比方说像是在台中 它的关子里有一个红叶公园 只要你这个地名有红色的字都可以 或者在以前有一个红叶棒球队 我记得在台东 好像有一个这个纪念馆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如果说行程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去红叶棒球队的这个纪念馆 或者是说住在高雄的朋友 在这个民权国小有一个杨红枫苓苓木 这个枫苓苓苓苓木很漂亮 甚至说最近不是有那个花季吗 樱花对不对 樱花开出来好漂亮啊 你看我们这小编 一听到樱花两个字笑得多灿烂 所以啊这个胡麻果的朋友 在这个周末你们可以聚集起来 然后呢去看花 或者呢全身你可以穿得红通通的 那甚至你们可以去找有火字旁的地名 或是有火字旁的路名 这样子对于你的桃花运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最后一组生肖 好我们兔羊猪的朋友呢 这三组生肖聚集在一起 对于工作运有非常强大的帮助 这个你说旅游跟工作运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们常在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旅游是为了我想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你看小编又开始点头了 他很久没有那个旅游了啊 好所以这三个生肖聚集在一起之后呢 往往在旅游完了开始工作的时候 这工作效率可以大大的提升 甚至如果我的这个企划案一直想不出来 或者我某个客户一直拿不下来 我在这三组生肖一起出去旅游之后呢 其实这个工作的运势 之前一直没有办法达成的目标就能够达成 那怎么样去激发这个工作 我们就可以到有木 有木的风景点 这有木的风景点是什么 比方说像是花莲的太鲁阁公园 或者是说现在台东的武林农场 这些只要充满绿意的 这种我们讲说春天的气息很强的风景区都适合去 那我们在配色方面呢 我们可以找景色充满绿色的 那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景色充满绿色 那很简单 三个人想尽办法把身上多用一些绿色的衣物 或者是挂饰来装扮自己 好 所以今天呢 老师呢把这个生肖列了四组 那针对不同的能量的分别 要怎么样去激发他的能量 帮各位做一个整理 希望呢对于各位在旅游的选择 特别是选择神队友上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帮助 好 那么最后 各位一定会很好奇一个问题 这个老师啊 你说我们通常旅游呢 都是找年纪相近的 对不对 那你说我真的要找这三个生肖 因为每个生肖要差四岁 那差八岁更难走 那我真的如果要一个人旅游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去让我的旅游更顺利呢 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刚刚那个小编 他跟我分享一个故事 他说他有一天呢跟他老公吵架 那吵架完了之后 他很生气 马上买了这个去泰国的机票 一个人就飞到泰国去了 这种情况常发生 那真的有这种独自旅游 这种自助旅行的情况 我要怎么样让我整个旅游的过程很顺利呢 很简单 我们找到自己的六合生肖 六合生肖老师快速的说一遍 老鼠跟牛 老虎跟猪 兔子跟狗 龙跟鸡 然后呢 蛇跟猴 马跟羊 这六组生肖 比方说李老师本身属鸡 那我在自己去旅游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在手机的荧幕下载一个龙的图腾 或者是说我随身我会携带一个龙的吊饰 这样子我因为我这个六合嘛 他就是我们的暗贵人 我们一个人出去哦 我们不求名贵人啊 但是就是默默的帮助我们的人 要特别特别的多 要特别特别的这个清楚 我们才能够旅游的顺顺利利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今天这个我要怎么样 透过选旅办的一个方式呢 来帮助我在运势上面获得加分 今天李行老师提供这个题目给各位参考 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的朋友有什么问题 来 有一个Angelis他问 他说请问老师 为什么有人说黄灯是属鹰 白灯是属羊 其实黄灯正常来说黄灯应该是属羊 简单的说只要是不管是白灯或者是黄灯 基本上都属羊 因为羊它代表的是光亮 各位你们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去所有的寺院或者是宫庙 所有的佛像 他上方打下来的光 一定都是暖色的黄光 你会用这个属鹰的光去照佛像吗 不会嘛 是不是 那再来以这个日光灯而言好了 那日光灯其实讲真的 他的色光 他是属于冷色光 但是他的照度比黄光要强 那只要光强 其实整个是整个空间里面 他充满了光度 那其实他的这个属性 他就属于阳性了啦 所以就我的一个标准而言的话 不论白光或者是黄光 我都把它定义为阳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思庭说这个背景不错 大家老师穿着买尿 这句话我喜欢 再来 Echo问老师如果遇到超雷的旅伴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常遇到过 为什么呢 因为像曾经有个朋友就跟我分享 他在跟一个女性朋友 出去旅游之前 大家都已经分配好了 我要去哪里 我要吃些什么 可是出去玩的过程当中 这个女性的朋友 回到饭店就一直在抱怨 说这个食物真的很不好吃 这个旅馆真的很脏 这个景点真的好无聊 你说大家出来玩 兴致很开心对不对 那遇到这种扯后腿的 真的很讨厌 那真的不小心遇到的话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把自己的六合生肖先找出来 先找出来放在身上 其实六合生肖它扮演的 就是一个沟通的桥梁 所以即便你的这旁边 它是一位猪队友 或者你真的踩到地雷了 选到一个不好的旅伴 都能够透过这个六合生肖 扮演着一个圆滑圆润气氛的功能 那这样虽然可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 会有点不如意 但不会撕破脸 把这个友情都给损失掉了 希望有回答到A口的一个问题 好那再来子云说 有避免遇到坏旅伴的方法吗 刚刚有说了 找出自己的六合生肖就可以了 然后呢孟真问 那两个人各自带着 自己的六合生肖吊式 是可以的嘛 当然啦这样子更好 因为其实六合 其实六合生肖的能量 比三合生肖还要强 所以各位朋友 不论说今天老师帮你们 帮你们 这个列出来的这几个生肖 你们能不能够找得到 但是呢这个六合生肖 一定要随身吸带 这个对于各位 不管是在事业上旅途上 其实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那刚刚讲的这些加码密法 各位朋友一定要好好记起来哦 因为很多时候神队友可遇而不可求 可是呢六合生肖 我们是可以自己来准备的 那么今天开运十分钟 很高兴在一次跟线上 在线上跟各位朋友见面 期待下一次 以前老师呢 可以提供更好的开运密法给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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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